而至于涉案的这个当事人 李宗睿到现在还迟迟不出面 反倒是连累到他的父亲跟母亲了 包括他的父亲李岳苍 昨天也遭到了检方以证人身份传唤到案 那么李岳苍因此呼吁儿子赶快投案吧 也对于自己没有善尽教养之责而致歉 另外呢有平面媒体 则是翻出了九年前的成年往事 报道说李宗睿的母亲石锦秀 曾经跟国泰金的蔡振宇有过绯闻 还受年少叛逆的李宗睿曾经一年 就花掉妈妈750万 布雅兆风波爆发以来 李宗睿的父亲李岳苍首度现身 对于儿子到底在哪儿 李岳苍声称不知情 不是儿子在哪边 你看我本来就这样 看你不要这个样子 除了表明李宗睿通气期间 父子俩绝对没碰面 李岳苍甚至发誓自轻 没有出钱协助儿子逃亡 我一直在想办 我都有写在那个的 我真的 你怎么跟他联络上 我没有 我发誓 好不好 那你怎么经缘他 你怎么经缘他 我绝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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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 我做爸爸的 我已经很难过了 李岳苍在20号晚间 首度以证人身份 遭检方传换道案 同时也透过一纸声明 表达这些天来的心情 李岳苍表示 回想去年儿子卷入性侵案 已经让他相当错 不安 做父亲的呼吁李宗睿 尽快投案 负起法律责任 对于自己没有善尽为人父的教养责任 至上最深潜意 父子之间的互动其实没有很频繁 因为李宗睿在外面玩夜店玩到天亮 也没听过他接他老爸一通电话 再加上他爸爸曾经要求他去法谷山领修 觉得他捅了太多的娃子 然后过着作息不是很正常的生活 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当然 爸爸是对他头痛 李宗睿闯下大祸 父亲李岳苍第一时间闪词原大董事 并向社会致歉 李宗睿母亲石锦秀 九年前与国泰金控蔡振宇的过往飞文 则再一次被平面媒体翻出来讨论 2003年4月一周刊报导 曾以蔡振宇的红颜知己来形容石锦秀 甚至还拍到两人同车出游 同桌用餐的照片 尽管双方当事人极力否认这段飞文 却仍可证明石锦秀在政商圈拥有高超交际手腕 李宗睿有母亲一手带大 生活仰赖石锦秀在酒吧工作维持 是所谓的靠妈族 有平面媒体披露 李宗睿年少叛逆挥霍无度 在美留学期间曾一年就花掉妈妈750万元 从过去种种线索看来 李宗睿之所以有惊天 特殊的家庭背景恐怕脱离不了干系 明镜新闻中文报道